那这份判决里面 他已经侵害到民意代表的立法权 那他同时他也侵害到法官 对于个案的独立审判权 所以这份判决 我们不懂为什么如此的毁线乱证 检察官出身的立委吴宗献 带着当内立委召开记者会 统批大法官不能制造免死金牌 宪法法庭日前针对37名死囚 提出了死刑存废释线案做出判决 判定死刑有条件核线 大法官也定出多个标准 让死刑更难定验 国民党不能接受痛批等同宣誓 实之非死 我们的法律什么时候 只保护加害者的人权 完全没有想到被害者的人权在哪里 这就是一种伪善 在日本其实也有相同的 前几年也有相同的惯例 法官不愿意判死刑 结果那几年之间 日本的犯罪率非常高 那日本德国等国家当例子 细数费死心带来的影响 更找来新北戈 还案家属说出心里的苦 一致觉得也是非常有问题 今天如果碰到一个比较善良的法官 认为不应处理死刑 那就不能判死刑 如果你们是跟我们一样是受害者家属 才来跟我们谈加害者的人权 每天期盼我儿子回来找我 然后又失望 这样的人你们感受过吗 杨爸爸难过的天天盼着儿子回来 不能忍受无法执行死刑 国民党也不排除提出公投 我们会开始去集结一些修法 或集结民意的一些行动要走 甚至公投也都是我们思考的范围内 他们本身也很自相矛盾 他们是肯定大法官做出死刑 目前刑法的死刑 核线的解释 他们对大法官也是有所称赞 结果想不到后来不断地用 实质废死这四个字 来对大法官进行批判 以及政治操作 我觉得国民党这样的做法并不道德 另一质疑国民党面对死刑的态度模糊 蓝绿战火持续开打 民事新闻最后报道